全油管最快新闻,唐上俊因为高考15次而走红网络,在7月13日进行了他的人生第一次直播。 他透露今年决心去读大学,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区、华州师范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。 他还泄露了自己报考农学专业的志愿目标,希望能够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并陪伴母亲。 唐上俊通过自媒体分享自己多次决战高考的经历和心得,希望能帮助高中生少走弯路。 他坦言自己无怨无悔地选择了复读,但也希望不再有下一个唐上俊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